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碰撞 首先我们先认识碰撞的基本概念 当两个物体接近的时候 彼此有交互作用力 发生,那我们就称为碰撞 那碰撞有一定要真的碰到吗 其实是不一定的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是一个直子 然后它有一个速度 然后它去撞击一个禁止的氦原子核 那我在撞你的过程 其实我在接近你的过程 其实我们的库伦斥力 就会让我们彼此有交互作用 然后速度发生改变 那这也可以成为是碰撞 所以碰撞只要有交互作用就可以了 交互作用力就可以了 不一定真的要碰到 所以可以是超距力 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当成一个系统 那这个碰撞呢 它是一种内力了 那它受到的外力是等于雷 好,那碰撞是内力 那这个既然外力是零 那直心其实是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力是用来改变动量 力就是动量变化出于时间 所以呢,当你受到的外力等于零的时候 你的动量就是不会发生改变 所以系统的总动量 也就是直心动量是守恒的 那直心速度在碰撞过程中 都是不会改变的 好,接下来有一种情况 就是,虽然我有外力作用 但是我撞击的时间非常的短 然后呢,而且我的内力 我就是撞击的力量 远大于外力 那我们也可以说 你这个碰撞的前后那一瞬间 你的总动量好像没什么改变 仍可视为动量守恒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子弹有一个速度去撞击一个木块 然后木块旁边呢,连接一个弹簧 那我们可以把子弹跟木块先圈起来 就是我在撞击的这一瞬间 时间非常短 然后呢,这个弹簧好像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这个撞击的力量 内力远大于外力 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可以先想碰撞、撞击 想完之后再去想它去压缩弹簧 把它分成两个物理事件来思考 好,那碰撞的种类呢 因为我们知道碰撞动量一定守恒 那如果碰撞前后 总动能也守恒 我们就称为弹性碰撞 那如果总动能不守恒 我们就称为非弹性碰撞 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撞了之后两个物体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它不会分开 也就是没有弹性了 不能再分开了 这种我们称为完全非弹性碰撞 好,接下来我们从一维的弹性碰撞 正式开始介绍 首先先看一维弹性碰撞的公式推导 已知 已知 比如说第一个的质量呢 已经知道了 M1 第二个质量呢 M2 它们发生的碰撞 个别的速度是V1跟V2 弹性碰撞 我们想要知道 撞了之后 这个V1'是多少 这个V2'是多少 所以它是两个位置数 好,首先呢 碰撞前后的总动量守恒 好,然后所以M1V1 这就是碰撞前的动量 这是另外一个动量 等于碰撞后的M1V1' 这是位置数 M2V2' 这是位置数 一个方程式 两个位置数 是不能解的 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式子 碰撞前后的总动能守恒 动能是2分之1MV平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动能 这是第二个的动能 碰撞后是2分之1M1V1' 的平方 2分之1M2V2' 的平方 两个方程式 两个位置数 就可以解了 但是这个解起来会有点辛苦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 你要带入消去法 还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点整理 好,首先我们把第一个式子 整理成这样 怎么整理呢? 我们把有M1的合并 所以我们把M1提到一边 然后V1-V1' 接下来我们再把有M2的合并到另外一边 所以有M2的合并到另外一边 所以是V2'-V2 所以第一个式子整理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整理 因为这边大家都有1分之1 1分之1 2分之1 所以我们就先约掉 然后我们一样有把M1的 把合并到这边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式子整理成这样 M1合并 那就是速度平方相减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M2合并到另外一边 M2合并到另外一边 所以它是V2'-V2'-V2' 好,那这两个式子呢 我们如果把它们相除2除1 那M1就除掉了 M2也除掉了 那这个是两项相减 这两项的平方相减 大家知道A平方-B平方是A加V A-B 所以你把减的除掉 你就会剩下加的 所以就是V1加V1' 另外一边也是一除 就变成V2'加V2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之前的合并 所以V1-V2在这边 那之后的合并到另外一边 那我们两个速度相减 其实就是相对接近的速度 那之后的速度相减 那就是相对分离的速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 还是两个方程式 两个位置数 那你说我又还没解出来 只不过它现在变成一次了 所以这个V2'这个位置数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V1'移过去 然后这时候就代入消去 再代回第一式 把它整理之后 代回第一式 那当然这也是要有兴趣的同学 你就可以慢慢的代入第一式 整理之后 那老师就把它整理到这边 所以我们就解出了两个位置数 V1'碰撞后的速度 跟碰撞后的V2'这个速度 两个位置数都解出来 它是M1加M2分之 M1-M2 V1 加M1加M2分之两倍的M2V2 那这个V2其实就是把这个下标 把这个1变成2 所以你把上面的1变成2 所以M1-M2变成M2-M1 V1变V2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但是还是很冗长 不好记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个讨论 从直心的观点 直心的观点来看 就是你把你自己想成直心 那你可以想像假设直心认为自己不动 所以假设有一面墙不动 所以有一个东西弹性的撞过来之后 它就是用这样的速度反弹 因此对直心而言 我用这样的速度去撞直心 那直心就会觉得你用这样的速度反弹 然后我们插一个负号 那因此你移向之后呢 你会得到V1'等于2倍的直心速度-V1 所以呢其实比较好记的式子是 2倍的直心速度-V1 那这个呢是2倍的直心速度-V2 那有没有觉得它很像是等差中向呢 因为中间那一项2倍嘛 对不对 去减前面那一项就会等于后面那一项 好我们用个例子来说明 有一个球A球是2公斤 速度是8公尺除以秒向右 B球呢是1公斤速度是2公尺除以秒向右 两个球做一为的弹性碰撞 请问你碰撞后它们的速度各为多少 我们当然可以代公式 代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 撞了之后呢A球的速度是4 那B球的速度是10 可是我们也可以用刚才的观念 好比如说这2公斤这是8 这是1公斤之2 所以呢我撞你我的速度会变慢 你的速度会变快 那只要我比你快我就继续追撞 一直到我们两个速度一样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直心速度 所以直心速度是第一个质量乘上 第一个速度加第二个质量乘上 第二个速度除以总质量2加1等于6 好那我们刚才说过 它就是等差中向 所以呢你就两倍的 两倍的直心速度 减这个 四指在这里 两倍的直心速度减V1 所以2612-8 所以它就是4 那这个相当于等差中向 所以2612-2 那它就是10 你会发现这两个算出来答案是一样 那右边这个算法是比较容易记得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讨论 以M2的观点来看 M2说你要撞我 所以你会有一个接近我的速度 像刚才那一提就是8-2 所以你用6的速度接近我 那撞完之后呢 我是10的速度 而你是4的速度 所以是10-4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8-2 会等于10-4 这就是所谓的接近速度等于分离速度 这个在刚才的 我们在证明的过程中也有出现过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VT图 VT图 一开始呢 这个2公斤的A 它的速度是8 那1公斤的B 它的速度是2 然后直心速度呢 我们知道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是6 在这个地方 所以直心速度从头到尾 都不会随时间改变 但是呢 这个8的呢 它因为去撞人家 它速度就开始变慢了 变慢呢 变到直心 它会变得更慢 是等差 所以它最后速度就变成4 然后呢 这个2呢 它是被人家追撞的 速度变快 变得更快 所以这个变成10 变成10 那其实 因为它们其实是 你可以想像一个弹簧 这弹簧的它的 它的速度跟时间 不会是线性的 所以是个曲线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考题中喔 为了比较容易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近似 为是一个线性 因为事实上VT图 如果是线性 它就是等加速度 那如果是一个弹簧的东西 它不是等加速度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近似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对直心而言 你看这个质量是2比1 所以这一段的距离 比上这一段的速度 对直心的速度 就反而是跟质量成反比 就是1比2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比上这个是1比2 这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就是如果两个质量相等的时候 撞了之后 它们的速度会互换 你可以从公式来看喔 质量相等 这两个质量一相等 不是第一项不就减掉了吗 那第二项质量相等 所以上面是2倍 底下是2倍 所以撞完之后 V1' V1'它就会等于V2 诶 我的速度竟然变成你了 速度互换 所以你看如果质量一样 8去撞2 撞了之后 这个第一个速度就会交换 就变2 第二个速度变8 而我们可以用那个 撞球的定竿来想像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这是一个 质量相等的母球 它有一个速度 那它要去撞洞口的一个 一个蓝球 蓝色的球 那当然我希望我撞了之后 我自己不要跟着一起掉到那个 那个带子 洞里面 所以我希望我撞了之后 如果我们发生意味的弹性碰撞 所以我撞了你之后我就停下来 那你就带着我的速度前进 那这就是所谓撞球的定竿 好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碰撞前 那它们两个动量呢大小是相等方向相反 比如说这个例子 我用m1v1撞过来 你反方向m2v2 但是我们两个大小相等 那我们两个大小相等的方向相反 就会导致于我们的直心速度是等于0的 直心速度等于0你可以看到这边 直心速度等于0 所以呢v1'它就会变成-v1 也就是它会用原来的速度反弹 所以v1撞过去 它就会用原来的速度反弹 那v2撞过来它就会用原来的速度反弹 这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能量 在弹性碰撞的过程中 它的能量是满足能量守恒的 好 那首先先看一下 我们先复习一下系统的总动量 系统的总动量 就是直心动量 因为直心速度是m1v1加m2v2 除以m1加m2 所以系统的总动量 是m1v1加m2v2 你把这个分母移过去 它正好就是直心的质量 直心的速度 就是直心的动量 所以系统的总动量 真的是直心动量 但是系统的总动能 却不一定等于直心动能 那系统的总动能呢 是比如说两个指点 你的动能加我的动能 我们经过整理会得到这样子 那中间这一项呢 你们可以复习之前的直点系统 对直心的动量和恒为0 所以系统的总动能 其实是可以写成两项 这一项叫做对直心的动能 这一项叫做直心动能 所以系统的总动能 其实是变成两项 那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这个系统 有一个1公斤的 它撞过去速度是2公尺除1秒 那有一个2公斤的 反方向撞是-1公尺除1秒 这个时候直心速度是0 所以直心的动量是0 但是系统有没有动能 有啊 因为你动我也动啊 所以你要知道 系统的总动能 不一定等于直心的动能 其实它会等于两项合起来 那当然如果直心跟着动 那系统的总动能 就是这两项相加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 我们可以用弹簧 来帮助我们更来理解 这个压缩过程跟恢复过程中 能量的状况 好 比如说我有一个速度去接近你 好 然后呢 我们想像中间有一个弹簧 所以我一去撞你的时候 这弹簧就被压缩 但是只要我的速度比你快 我就会继续的追撞你 所以一直到弹簧被压缩到最大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两个速度一样 其实那时候就是直心速度 也就是我们所谓最接近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弹簧被压缩最厉害 它想要恢复 所以它的势力会往两边撑开 所以呢 对第一个球而言 它的速度会变小 然后对第二个球而言 它的速度会变大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它减少的动能 会不会是等于第二个增加的动能 其实不会 因为中间有一个弹簧 所以它会储存弹簧被压缩 所以它会有储存弹簧的位呢 好 这是碰撞过程中 我减少的并不会一定等于你增加 可是如果碰撞结束 就是碰撞前后呢 那我们的确可以说 我减少的动能就是你增加的动能 好 那因此我们也有一种提醒 就是考虑这个碰撞最接近的时候 刚才已经说过 它们两个的速度是一样的 而且就是直心速度 所以整个系统的动能 就只剩下直心动能 这时候你可以列的方程是 就是如果对一个弹簧系统 它的力学能是守恒的 所以你一开始你的动能是这么多 我的动能是这么多 那碰撞最接近的时候 我们就是直心的动能 弹簧压缩的很严重 所以还有个弹簧的位能 而弹簧的位能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是前面学过2分之1ks平方 好 今天这个单元先到这边结束 开明然后再开明然后再开明 但是因为再来